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将通过以下两个内容来进行学习 第一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结构 第二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准备工作 第一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结构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主体结构体系 主要包括框架体系 框架简历墙体系 框桶体系 组合桶体系等 由于建筑体量较大 一般先组拼成各类构建 然后再采用多类吊装机械 相结合的综合吊装法进行安装 吊装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吊装过程中实施跟踪监控 就位后校正与固定等 第二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准备工作 包括技术准备 构建及材料准备 启重设备的选择以吊装和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施工工艺流程 一 技术准备 一 认真进行设设设计 作业指导书 施工组织设计主要包括 是吊装方案设计的重点 分项作业指导书可以细化为作业卡 主要用于作业人员明确其相应工序的操作步骤 质量标准 施工工具及检测内容与检测标准 三 依据承接工程的具体情况 确定刚构建进场检验的内容与适用标准 以及刚构建安装检验批的划分 检验内容 检验标准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等 在遵循国家标准的基础上 可参照步标或其他权威部门认可的标准 标准明确后即在工程实施中严格执行 四 各专项工种施工工艺方案的确定 编制具体的吊装方案 测量监控方案 焊接及无损检测方案 高强度螺栓施工方案 塔式启动机装拆方案 临时用电用水方案 及质量安全环保方案等 五 组织必要的工艺实验 如焊接工艺实验 压形钢板施工 及栓钉焊接检测工艺实验 尤其要做好新工艺新材料的工艺实验 作为指导生产的依据 对于栓钉焊接工艺实验 需根据栓钉的直径 长度及焊接类型 做好相应的电流大小 通电时间长短的调试 对于高强度螺栓 要做好高强度螺栓 连接附扭矩系数 预拉力和摩擦面 抗滑仪系数的检测 六根据结构生化图样来验算钢结构框架安装时构建的受力情况 科学的预计其可能的变形情况 并通过采取相应合理的技术措施来保证钢结构安装的顺利进行 七钢结构施工计量管理 包括按标准进行的计量检测 按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 配置相应精度的器具 检测中按标准进行的方法 测量管理包括控制网的建立和复合 其检测方法、检测工具、检测精度等 均要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八、主动与工程所在地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如治安、交通、绿化、环保、文保、电力等 并到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以往年份的气象资料 做好防台风、防雨、防冻、防寒、防高温等的相关工作 二、构建及材料准备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钢材 主要采用Q235的碳速结构钢 和Q345的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当设计文件采用其他排好的结构钢时 应符合相对应的现行国家标准 一、钢结构形材的主要品种规格及相应标准 钢形材主要有热压成型的钢板和形钢 以及冷弯成型的薄壁形钢 二、材料准备工作计划 一、根据施工图测算出各主要耗材的用量 做好订货安排确定进场时间 二、各施工工序所需的临时支撑 钢结构拼装平台、脚手架支撑、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器材等数量 应经计算确认后安排进场制作与搭设 三、根据现场施工安排 编制钢构建进场计划 安排制作与运输作业计划 对超重、超长、超宽的构建 还应规定好钓耳的设置 并标志出重心位置 三、起重设备的选择与吊装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工程的施工中 钢构建一般在加工厂制作 然后再运至现场安装 如此实施工期较短、机械化程度高 但采用的机具设备较多 因此在施工准备阶段 应根据现场施工要求 编制出施工机具设备需用计划 同时根据现场施工平面 及空间布置、场地情况 确定各机具设备进场日期 安装日期及临时堆放场地等 确保在不影响其他单位施工的前提下 保证机具设备按现场安装施工要求 准时到位 由于多层及高层钢结构 工程建筑体量较高、较大 所以吊装机械多以塔式启动机 履带式启动机或汽车式启动机为主 其他施工机具主要包括 千斤顶、手拉葫芦、卷阳机、 划车及划车组、电焊机、 熔焊栓钉机、电动扳手、 全站仪、经纬仪等 一、起重设备的选择 在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安装中 起重机械应根据工程特点合理选用 通常首选自身塔式启动机 并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外复式或内爬式 行走式塔式启动机、 履带式启动机及汽车式启动机 在多层钢结构施工中也较多采用 同时应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起重机性能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安装 起重机除以满足吊装钢构建所需的 起重量、起重高度、回转半径的要求外 还必须考虑抗风性能、 卷阳机滚筒的容神量、 吊钩的升降速度等因素 第二、起重机数量 起重机数量的确定 应根据现场施工条件、 建筑布局、单机吊装覆盖面 和吊装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 多台塔式起重机共同作用时 壁杆要有足够的高差 互不碰撞且安全运转 同时要防止出现吊装死角 二、吊装 吊装机械安装 对于汽车式起重机 直接进场即可进行吊装作业 对于铝弹式起重机 需要组装好后才能进行刚构建的吊装 塔式起重机的安装与爬升相对较为复杂 且要设置固定基础或行走式轨道基础 一、塔式起重机基础设置 严格按照塔式起重机说明书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 设置塔式起重机基础 二、塔式起重机安装爬升 列出塔式起重机各主要部件的外形尺寸和质量 选择合适的机具安装塔式起重机 常采用汽车式起重机来安装塔式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的安装顺序为标准节、至套架、至驾驶节、至塔帽、至复臂、至卷扬机、至主臂、至配重 塔式起重机的起重机 一般也采用汽车式起重机进行 但当塔式起重机是安装在楼层里面时 则采用靶杆及卷扬机等工具进行塔式起重机的拆除 塔式起重机的拆除顺序与安装顺序正好相反 3. 塔式起重机负墙设置 高层钢结构的高度一般均超过100米 因此塔式起重机需设置负墙 以保证塔式起重机的刚度和稳定性 塔式起重机负墙的设置需按照塔式起重机的说明书进行 负墙杆对钢结构的水平贺载 在设计胶底和施工组织设计中均要明确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吊桩的作业条件及总体程序 1. 吊桩前应具备的基本作业条件 1. 钢筋混凝土基础已完成并经验收合格 混凝土筑基和地角螺栓的定位轴线 基础标高等必须汇同、设计、监理、施工、业主单位共同验收 合格后方可进行刚注的安装 2. 各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并审核完毕 3. 施工临时用电用水铺设到位 平面规划已按方案实施 4. 施工机具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 5. 所有相关施工人员均进场 吊桩前应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交底 严格按照交底的吊桩步骤进行实施 严格遵守吊桩、焊接等操作规程 严禁在恶劣气候下作业或施工 6. 构建进场并经验收满足要求 现场刚构建吊桩 根据施工方案的要求按吊桩流水顺序进行 刚构建必须按照安装进度的要求工艺 为充分利用施工场地和吊桩设备 应周密制定出构建进场及吊桩周日计划 保证进场的构建满足吊桩计划并配套 刚构建进场验收检查 构建现场检查包括数量、质量、运输保护等三个方面内容 刚构建进场后 按货运单检查所到构建的数量及编号是否相符 发现问题应及时在回单上说明 反馈到加工厂 以便及时处理 按标准要求对构建的质量进行验收检查 做好检查记录 亦可在构建出厂前直接进场检查 主要检查构建外形尺寸、裸孔大小及间距 连接件数量及质量、焊风、焊钉、摩擦面处理、防腐涂层、外观等 制作误差超过规范范围及运输中产生变形的构建 必须在安装前调整修复完毕 尽可能减少高空作业 刚构建堆场安排与清理 进场的刚构建按现场平面布置要求堆放 为减少二次搬运 尽量将构建堆放在吊装设备的回转半径内 刚构建堆放应安全稳固 构建吊装前必须清理干净 必须用钢丝刷清除接触面的铁锈、污污等 二、吊装总体程序 一、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吊装应在分片分区的基础上多采用综合吊装法 其吊装程序一般是 平面从中间核心区或某一对称结尖开始 以一个结尖的柱网作为一个吊装单元 按钢柱到钢梁到支撑的顺序吊装 并向四周扩展 垂直方向由下而上组成稳定结构 分层安装次要结构 一节间一节间 一层楼一层楼的安装钢结构 采取对称安装、对称固定的施工工艺 有利于消除安装误差积累和节点焊接变形 使误差降低到最小限度 二、吊装区域划分 一般按照塔式启重机的作业范围 或钢结构安装工程的特点 划分吊装区域 便于钢构建吊装 按平行流水作业方式进行 四、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施工工艺流程 以上是今天介绍的全部内容 通过本次课学习 同学们要知道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结构 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准备工作 希望大家对这节课的内容 进行理解性掌握 谢谢大家